这个如果你要像这个直线没有问题就从A拉到B 这个OK对不对 那是你可以发现旁边这个还有这个是不是都是虚线 那虚线要怎么画 以上面这个来讲 我们先讲下面这个好了 下面这个虚线的话你看我就从 一样我还是先画一条直线 这样是直的 但是虚线怎么办 找这边来 你找到有一个叫笔画这个面板 你把这个哦还可以再展开哦 你看哦有没有 好这里展开了 就是说你看到它上面有这个你再点一下它会收起来 再点 它就会打开 它总共有三种有三个模式 那你在这里是不是看到一个虚线了 那么这个还有线段 现在是12 那间隔就看 如果说我线段比较短一点 比如说只要 两点 然后中间间隔一点 那么你来看一下 有没有变虚线 这样了解意思哦 它虚线是用这种方式做的 对对对 那如果中间你有比较不见 你看我这个等于说这个是第一段 如果你设的就大家都一样 那如果你第一段跟第二段不一样 后面就可以再设 后面就可以再设 所以你用这样做好了 然后另外几条要怎么做 是不是一样的方式 对不对 一样的方式 可是你可以 事实上是可以不必说一定要用 再画一次啦 你也可以用复制的 你可以用复制的 那我现在先用一次复制给你看 在这边 变形里面是有一个叫做移动 有一个叫移动 你可以试着做看看 那我就往这边的话 我看一下往 你看一下 你先预示一下 是不是跑很远的 对不对 跑很远的 这样太多 那我们把它水平 往这边 往左边 这边是负的 你再看一下 有没有 我现在往左边嘛 但是它没有那么多 你如果 太多的话 你把后面单位改一下 等一下 -1 也可以啊 你要用拉的也可以啊 用这样 你如果说你要用拉的 Alt键按着 有发现变两个箭头 对不对 如果Alt键按着 表示什么 我要做复制 我要做复制 你按着往下拉 这样也可以啊 那你用变形的也可以 那你这样一个的 你再来一个 你就从这边 还记得我们在做那个 Ctrl加D 就是再一次 它会记住你最后一次的 你用这样当然也是OK 这样会画曲线 虚线 OK 那我把画面还给你咯 这边 这个 你要这样画 可能刚开始不太好画 对不对 下面 眼睛打开 有没有看到那些点了 这个 它在图层 这里有一个 范本的 文字都在里面 文字都在里面 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一个 那 这些点就会出现 那这样你在画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画 就比较容易画 那 那这个我就把画面先还给你咯 好 好